本期话题六个月宝宝腐蚀食谱 张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内科主任医师 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呢 四到六个月零就可以开始添加腐蚀了 那么世界卫生组呢是提倡六月零以后再开始添加腐蚀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它的相关的策略 它主要是针对全球的 那么全球它有贫困地区的国家 它没有更丰富的食物 它只能靠母乳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策略呢 也是希望在这个特别贫困地区的国家呢 能够提高母乳胃养率 来保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 那么具体到五个月零添加腐蚀呢 其实它的食物主要是一些泥糊状的食物 比如说米粉呀菜泥呀果泥呀 然后呢主要是这几大类食物 那么肉泥呢还得稍微复制一下 比如说最好是五个半月以后 甚至是六月零再开始尝试添加肉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